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加营队的少年代表现场与副市长李四川来个问答 像是哪种物品不可回收 哪种家畜碳排最多 并透过成果展和现场来宾分享四周营队所学 包含认识海洋废物 污水处理 采访生态农场 重新制作塑胶废弃物等 除了学习环保相关专业知识 也到夜市 捷运地下街宣讲 培养少年的自信心 在这个营队里面我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那像是我们去夜市宣导做宣导的时候 很多的游客啊 很多的路人会冷漠地看着我们 然后可能我们走过去 要想要做宣导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故意白手走掉 然后不然就是装作外国游客 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 不是把错怪在别人身上 而是把问题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事情 像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友善的放牧 友善的放牧很重要 就是鸡很辛苦 然后如果我们用格子龙饲养的方式 他们会很不健康 那这些毒素到最后也会流回到我们身体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夜市 夜市会制造很多的一次性垃圾 那像是竹签啊 塑胶袋 那竹签我们就没办法 那塑胶袋我们就可以重复的再次使用 然后还有水的旅行 我们平常可以在生活中落实省水的方法 比如说洗澡前等热水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热水省起来冲马桶 像是我之前还没参加这个营队的时候 我就会随手乱丢垃圾 那随手乱丢垃圾的时候 我就会 因为贪图一个方便 那现在经过这个营队之后 我就会丢垃圾之前会想很多事情 比如说可能我就有个吸管啊 一个海龟可能就会死在我的手上 那现在就是会不要使用这个吸管 自带的那个环保吸管 玻璃吸管 或者是不锈钢的吸管这样子 减碳是从生活做起 我在这里也要跟各位分享 也许这四个礼拜包括这一个进到第五个礼拜 所有的老师大概也跟我们所有的讲了 也都减碳的部分 台北市大概我们的碳排量 占了最多70%是驻山 所谓什么叫驻山 就是家里用个电 因为我们用了一度电 大概排碳差不多要排0.499 就是0.5公斤的碳 所以随时关着电 也使节能减碳 我们就可以减碳 25%是什么 是交通 骑个摩托车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 搭捷印大众运势 我们现在所有的悠游卡 如果你有登记 那原则上去做了这个捷印 或是公车 或是你去骑U5 都可以计算你的碳存整 也就是说你今天减碳减多少 那这一个部分 现在大概都已经在执行 尤其执行最厉害的 就是我们的内科 从高科技的 请他们为了解决内科的交通 大家都做大众运输 那5%当然就是有一些 这个我们会去 这个本身的这个温烧 所以我们一次性的 可不可以让它减少 那这个大概就是 占了还不住 社会局创新计划 首次尝试以气候变迁主题 结合陪力少年服务 希望透过应对方式 让少年在暑假期间走出家门 了解气候变迁 对所处环境的影响 进而培养对公共议题的 发响与倡议 让陪力少年从被服务者 成为倡议者 其实气候变迁 对社会福利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因为不论是高温 或是所谓的一个气候的灾害 都有可能对我们市民来讲 造成一个财产跟生命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青少年 成为是一个所谓未来下一代 来重视这样的议题 然后也让他们成为公民意识里面的 年轻人的责任 那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 来讲的话 社会局的安排其实是有意义的 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一群青少年 其实是一个弱势的家庭 那很多的一个年轻人 可能认为说静零碳牌 这是一个高端的议题 但是我们就是要让这群孩子 从小去学习 让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而且在2030前 我认为这个问题 对他们而言熟悉了解 也可以自由地表达出来 对他的生活当中来讲的话 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信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主题 那也是透过募款的方式 来达到这样子一个主题的推广 而我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也希望社会局是能够持续来办理的 金领泰白的部分包含 我们其实在对于毒老 对于所谓的生残者 在适应气候的问题 他们怎么样能够提早的面对跟预防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针对所谓的一个 社会福利的这个措施 或是我们的相关的灾害的准备 都应该要做好更好的预防措施 我要成为减碳王少年的减碳足迹成果展 8月27号28号两天 在市府一楼中庭展出 并由少年担任导览员 说明展出内容及作品 现场还有互动的小游戏及心得留言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一同响应减碳净铃从生活做起 在老师的教导下 家长与小朋友一起动手创作年土回力车 这是由新一区公所开办的 新住民家庭手作班 选择在暑假举办 就是希望透过手作课程 增加新住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也营造暑假美好回忆 这一场亲子手作课程一推出 就吸引了司机住新住民家庭报名参加 家长小朋友都直说很好玩 这样是去年小朋友动手了你 然后妈妈也跟着体验一下自己的鼓励 没有玩到的 对 非常好 所以就是觉得说这样 很难得也蛮有这样 很难得的机会在暑假 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 比较静态的活动 对 应该想 就是你可以放松心情跟其他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主意 都很 都是这样 可以放松心情 好玩 就是很有趣 可以自己清晨 所以还可以自由 这出来都是主意 除了手作年土课 新区公所近年来也举办多场新住民活动 尤其关注在生活层面上 就是希望协助新住民家庭能紧速适应新环境 找到归宿感在台北市开创美好生活 希望说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更加感受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热情 让他们更加迅速的可抵入在我们这边的生活里面 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会办很多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要实用的一些课程 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语言方面的课程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更希望关注的是其他生活的层面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其实很大 那藉由这样的所做 以及我们先认开的这个 挖沙按摩的课程 其实都是帮助大家在这么多压的环境之下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施压的一个方式 这辆机车违规复挂货物 在市民道路上拖行 被南港分局巡逻远警发现后当场拦下 机车骑士竟然趁细汽车逃逸 在远景颈椎栏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一名机车骑士涉嫌窃取 南港路一处厂房内的电缆线 并藏力在市民大道八段一处巷弄 等变装后前往运回途中 却被远景仁张巨货 南港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南港分局远景 日前于市民大道八段上 兰查一辆违规托行 疑似切得电缆线之机车 对江骑然停 起了该男子随即汽车逃跑 为人遭远景追上 查该男子当日前入南港路三段上 无人看顾之厂房 以工具破坏并窃取厂房内电缆线 后残匿于市民大道八段巷弄内 在变装后前往运回 而予取回电缆线途中招紧逮货 嫌犯坦诚 因为缺钱才窃取电缆线变卖 警方已经依窃到罪 将全案移送40地检署侦办 也建议相关厂房业者 加强保全监视措施 避免成为不效人事的犯案目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政府自杀仿制中心 借由9月10号的世界自杀仿制日 邀请HBL明星球员 和市长蒋万安一起直播 除了提供民众自杀防治的 咨询管道 也分享如何疏解压力的方法 我们都会遇到失败 遇到挫折 但失败为成功之母 从中修正问题的错误 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在刚刚比赛里面 每当我能阻挡对手的攻势 或是帮助队友的分 我都觉得自己很帅 除了打球可以让我很放松 很抒压之外 它也可以让我更有自信心 然后除了打球 我也喜欢打电动钓鱼 然后到大自然走走 这也都能让我很放松 也就是每当我在场上 遇到挫折的时候 队友鼓励我 然后支持我 然后让我有重回信心 然后更有动力 我就是感到很舒压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项运动 很喜欢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想要把我的目标去做完成 然后去尽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当我每次就可能遇到挫折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很听音乐 然后去球场动动 然后多让自己在运动 在球场上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活动 然后跟朋友情缩 很想着 好 这次拍片 我觉得我很轻松 因为我只是站在旁边当教练 球员们其实很辛苦 当然最重要这次拍摄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主要是让我们的选手 他们在球场上面拼战的精神 到最后一刻 那特别是有一方他们在落后 但是我们选手他依然不放弃 那面对困境面对挑战 他们无所畏惧 而且会及时的寻求队友协助 大家齐心协力 那最后反败为胜 所以这是一个用球赛来做一个比喻 就是在年轻朋友日常的生活当中 不只球赛 在课业上面 在人际的相处 在社团上面等等 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困难 但是永不放弃 而且寻求朋友的协助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面对一起克服 我想这个是我们拍摄 这支影片最重要的目的 北市府表示2023年 北市自杀死亡人数虽然有下降 可是24岁以下青少年族群 却有上升趋势 原因包括人际 课业 疾病等 卫福部有统计去年 我们全台湾自杀人数 来到3800多位 那其中青少年的自杀人数 也持续的攀升 这个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忧心 也更加的重视 青少年自杀的议题 那刚刚影片大家也看到 我们对于青少年朋友 他们心理健康 常常不管是科业上面 人际的关系 或者现在网路发达 社群媒体之间 同财的互动等等 确实造成年轻朋友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再次的呼吁 所有爸爸妈妈 身为家长也好 亲人也好 或是朋友 多关注身旁的青少年 当他心情郁闷 觉得孤单 焦虑 我们都应该更主动积极的去关心 去傾听 去陪伴 及早的求援 让专业的心理资商的意见能够进来 当然也要跟青少年朋友讲 当自己觉得不开心 心情烦闷等等的状况 也应该主动的 不管是找亲友或你周遭的好友 死党跟他们聊聊天 一起出去走走都很好 台北市我们是第一个成立府 及自杀防治中心的政府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 而且也很早就进行跨局处 不只是卫生局 社会局 教育局 警察局等 全力地来进行自杀防治的宣导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今年的2月 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 我们正式成立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资商门诊 就是让很多的孩子 年轻朋友 当有需要可以有单一窗口 及时地取得专业的咨询服务 所以在这边我们很希望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实际的行动 来成为青少年朋友生命的守门人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透过这样的记者会 以及等一下跟这些年轻朋友的分享 能让更多的朋友 还有线上收看的朋友 更重视自杀防治这个议题 蔣万安与5位HBL明星球员共同拍摄影片 希望青少年们透过规律运动的习惯 藉由运动增加血清素分泌 维持好心情 排解负面情绪 从而确立自我价值提升身心健康 有请蔣市长跟我们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为感谢教师们的辛苦付出与贡献 台北市交易局举办113年度禁师月活动 除了将禁师奖励金 从600元提高至2000元 还有多家企业推出教师优惠 涵盖十一住行娱乐各面向 期盼激励教师士气 并向平时无微不至照顾学生 劳苦功高的教师们表达些意义 台北市办这个禁师月 最重要的就是对老师过去一年的辛苦 我们给一个结合厂家给老师一个优惠 那也希望老师能够除了教书以外 十一住行有空要出来多多吃个美食 预乐一下买一些好的漂亮的衣服 那不管如何我想禁师月 我们结合这么多的商家 无非就是让老师们得到一些优惠 当然最终还是得到一些外界的尊重 我想老师是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禁师月 让外界对老师这个行业 不是只有说老师是教育师良性事业 而且是从发自内心的一个尊重 我想我们在一个职业上路 获得外界的尊重 其实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那这一次呢我们呢 一共邀请了86家的这个厂商 提供在9月开始提供给老师 各式各样的优惠 那其中呢比较特别包含这次呢 魏全龙提供我们呢 就是有一百张的免费的这个门票之外 提供我们老师这个半票的优惠 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也文化局也提供我们 这个台北市立交响乐团 台北市立国乐团 这个购票的这个9折优惠 那其他我们在十一住行娱乐 都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 我们放在这个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上 有个台北就爱的一个手册 那另外我们透过台北市的库克APP 老师就及时可以收到这些商家的优惠资讯 那除了这个商家的优惠之外呢 我们也魏老师在9月份办了相当多的系列活动 包含我们跟这个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有办理这个AI的论坛 然后办理这个老师的这个歌唱的活动 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在9月21号的台北市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典礼 这个是我们今年有27位的特殊优良教师的颁奖 这是台北市老师的一个最高的荣誉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让老师感受到台北市的对老师辛劳的一个感谢以及尊重 也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更看到老师的辛劳 然后对老师有更多的这个关怀与尊重 教育局今年度还表扬46名优良教师 其中包含语文与社会科学类8人 数学及自然科学类6人 艺术及艺能科学类6人 辅导与特殊教育类2人 技职教育类2人 学前教育类2人 老师类6人 以及学校行政类14人 其中有5位教师荣获教育部师夺奖殊荣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老师 因为教育这条路说实在很辛苦 尤其在现在的教育场域上面 有更多的挑战 可是呢我也常常告诉我们的老师们 这样下来教育它变得更有意义 我自己本身是高中 然后一般的大学 后来在教育场域上面呢 投入技职之后才发现 原来在学习的路上 我发现这些技职还是很快乐 像我们以前呢 很多的共同科目 那我们技职科的孩子们 比较特殊的就是 他们有很多的专业实习科目 而他们会之所以那么快乐的学习 最主要是那是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我想教育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的引导的历程 看见孩子的优点 给予舞台成就学生 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我记得在我的班级 有一位叫小元的孩子 他来的时候 历经的上腹 还有拒绝的状况 那于是我就跟他聊 发现呢 他对于蝶杯非常有兴趣 再一个偶然的机会 请他在班上表演 以至于 哇全班的同学 都对蝶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让他能够在其中获得了成就感 并且逐渐融入班级 此后我以为他可以一路顺遂的到毕业 没想到他又沉迷了电玩 又开始不正常的生活 于是 再次的请他 对于 Minecraft 这个电玩很有兴趣 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方块 正好我们数学教到了 立体的图形 小圆能够堆叠 让孩子们能够透过 这样一个立体堆叠 认识这个立体的概念 于是我就请小圆能够 对班上透过这个游戏 解决一些数学的问题 那同学们就能够 厘清这些数学的迷思 小圆再一次的能够获得了 一个成就感被同学们认同 之后呢 我就看到他常常不在位置上 本来我以为他是不是又躲起来 没有 他就融入了同学 跟着同学下去打篮球 这是我在教育生涯上面 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教育真的不是强制改变 而是不断价值引导的历程 能够让一个孩子 看见他自己的优势 展现他生命的光 这真的是 我觉得最欣慰的事情 教育局希望借由 提高近视奖励金 以及提供老师们 专属优惠活动 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中 宠爱辛苦的老师们 并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好运突入专车补助满周年 一万七千多名孕妇受惠 即将突破46万烫次 并且调查满意度在满分五分钟 获得4.7分 不少孕妈咪们表示服务贴心 另一半也放心 请问卷的结果 到底五颗星我们可以得到几颗星 那是不是市长可以帮我们先从申请流程 有从所谓的医疗医院所还有很多的单位 甚至网路线上都可以直接申请 到底几分 总共是4.5颗星 那可能有些人希望更便利 但也留下来资讯 让我们作为改进 所以我们再来努力 好 那到底支付体验体面上来讲的话 到底这个使用感觉如何 而且我们便利 甚至申请快速等等 好 那是不是请市长再帮我们开架 登 啊 4.4 所以我想在整个这个支付体验上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系统上 我们已经在今年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改善 希望未来的支付体验 不要再有任何的这个足措 但是这一点 我们应该国民业 跟资讯局共同集训来合作 好 那实际服务的部分 OK 那我们也有4.3颗星 那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来讲的话 我们不断的给司机有更多的一个教育 也希望他们能够配合 这是三千多份的这个问卷里面 其实有两千多份 他们很感谢司机对他的帮忙 那说到很多的小故事 包含他们会帮我们的御马鸣 带着这个他的行李 然后提上楼 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整体的满意度到底是多少 请市长帮我们打开这个星星 哇 来到4.7颗星 所以呢也让大家知道 我想这个政策真的是很符合 马鸣们的一个需要 但是呢这个我们有接棒的 不管是所有今天在的艺座们 还有市长对我们提取 还有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运马鸣们 还有我们的家人交代 我们一定把这样的政策做得更好 让大家的体验越来越好 我自己很感动的是 我常常在很多活动的场合 会突然有一个马鸣过来 他就说市长 我有在使用你的好运图专车 我们好喜欢这项政策 或者是有很多的马鸣 他会发一张IG然后tag我 然后告诉我他们使用的心得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肯定 也非常谢谢我们市府推出这样的政策 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软心 也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等一下 除了有抽奖 让所有的宝宝妈妈妈 可以抽到 对于招呼北比很多的用品 更重要 我们这一次也扩大 我们身对他们营业的范围 也就不再具限在台北市 到外限时也可以使用 不管是想要出去走走回娘家 看看精油 或者是想要走走舒缓压力 甚至有些妈咪想要跟闺蜜 喝个下午茶 享受咪探 我们都很愿意提供这样的产生服务 最主要我自己三个孩子 我每次看到我太太从怀孕开始到生产 到生产后要带一岁以前这么小的美肥 很辛苦 不管是如果很多停在大堵要过马路 要提供车铁运 或者是很多马迷他可能遇到下大雨 要撑伞 要抱着北皮 要背叭叭叭 真的很不方便 这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教室的服务 提供他不只是省下车子 更重要的是我们提供貼心的服务 所以未来我们将跨县市提供服务管道台中高雄 刚刚我特别问局长 宜蘭有没有 有 我太太以后可以用的 会用以后吗 我们拭目以待 今年母亲节生产的台北市议员中佩君 也带着三个月大的宝宝出席记者会 以使用者身份分享搭乘好运专车经验 谢谢有耐心的司机 在搭车时给予关怀帮助 建议服务可以更精致化 另外也有妈妈们表示这项政策非常实用 那像市长刚刚讲的 我们台北市的这个金额 还有使用期限 现在看起来是傲视全排 这是我作为台北市议员 作为台北市民很骄傲的一点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这个 问长大哥也来到现场 市政府推这个政策 我们要谢谢很多民间单位 跟我们的协助 特别是第一线的问长大哥 因为我怀着一胎胖的32公斤 基本上每次坐街车都很像恐龙 我们在上刹车 所以很需要这个很有耐心的问长大哥 多等我们一点时间 或者多用我们一点关怀 都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 特别谢谢他们 那当然这个服务推了之后 作为音乐的角色还是要继续监督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 这个服务可以持续的优化 我看到今天这个合力厂商 协力厂商有COMBE 所以想说是不是台湾大车队 还有我们这个大陆车队 可以思考开始我们好运转车 也许配置器座 然后在这个无烟车的驾驶 鼓励肯定的方面 给他们这些评价 那让育妈咪或者是带着宝宝的妈妈 这个实际使用上面可以更方便 这是我们迈上两周年 希望可以优化的具体目标 那刚刚市长又想说 这个也许他明年还可以再用 没有我只是说是有跨到依赖 没问题你不要客气 不要诚许我看好你 因为是这样 我当这个市长上任了一年多来 他常常每次开工 我就会送很多金铲子到议员的研究室 我个人就收过你一堆什么贯穿石啊 这个金铲子 看起来是蛮有效的 所以呢 临上网来 等一下我就回去打包好玉眠送到市长办公室 希望明年两周年的时候 市长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心得好不好 好 因为我是比较懒惰的 就是上网申请 然后怕说会很久 可是其实很快 大概一个礼拜就出来 然后在台北桶上面就可以使用 对 就是用App 就是 他在那个市民热线的品牌申请之后 然后他在台北桶上面 就会涂多一个就是那个好运症 那上面其实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是 我不用透过这样的形容 或者是一些从台北桶上面 我就可以定位说我想要哪边叫车 那他车到的时候他就会也会很贴心 跟你说车已经抵达了 你是否上车这样子 然后到场 他有两个选项 就是在支付的时候可以用就是扫QR Code 然后或者是那个直接手动输入那个金额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司机其实也都蛮热心 就跟你说就是有的人在QR Code 或是你按那个数字计的比较快 这样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 是因为就是他一次搭乘是可以250块 那我觉得其实在台北市区 虽然250块没有非常多 可是其实是真的蛮好用的 其实我自己做下来 其实我真的是做得蛮勤劳的 社会局持续募集妈妈们的使用心得 各级经验分享 并推出连续五周 从申请这项服务的孕妇名单中 抽出幸运额 送出精美运营用品 江湾也宣布补助范围今年扩级全台 孕妇不只可以搭去产检或带宝宝打预防针 也可以回娘家或出去散心 记者问问郡台北报道 第七届戏曲梦工厂以剧众为主题 推出六档形式风格各异的精彩作品 包括首档演出破空间的广场 以及在剧剧团的走把野草 千流制作的撒家自身 以及真快乐掌中剧团全新立作 岁出世 还有十月接棒登场的极意戏访圆圆 白露迷露的女状元怎么了 六档精心挑选的剧目 以独特的演出形式及多元的互动体验 引领观众进入一个全新的戏曲世界 剧众的剧我们今年的剧是这个戏剧的剧 换句话说剧场就是一个 因为戏剧因为剧场空间 把所有的人都兜进来的地方 我最近其实常常在想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常常谈共生 刚刚主任说的 还有一个很夯的概念是永续 永续 我觉得其实戏曲就是一个最永续的剧场 怎么说呢 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戏曲几乎用同样的剧目 可能是很类似的演员 跟很类似的角色 常常一点点小小的修改 可是它却可以不断不断的收编 所有的观众一再一再的重复进到剧场 换句话说 其实戏曲是一个 不断不断可以在自己的空间当中 可以不断创造新的观众 那今年的这个六个团队 就如同刚刚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一批非常非常有 这个创造力的这个团队 是希望可以加入今年的这个戏曲魔工厂 一起去打开我们对于观众的各种想像 那这六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可以 可以自由的游走 而且可能可以重复的观看 你可以透过重复的观看 再一次去感受到 你刚刚没有感受到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看完戏的时候 就觉得啊 刚刚我哪个没看到 可是事实上 戏曲剧场永远提供了一种 你可以在剧场里面重新温习 重新处理 重新回味 余音绕梁的感觉 事实上都是剧场 戏曲剧场当中 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可能的能量 所以在今年的六档演出当中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 各式各样的观众 让戏曲中心变成了一个承载 所有你的需求 你的想望 你的许愿 我们都可以在六个剧团当中 得到你可能想要的空间 传译中心主任陈月宜表示 每年策展人都赋予 戏曲梦工厂不同的主题与思维 将舞台化作实验场 今年更突破以往 六团中共有五个剧团 首次跨入戏曲艺术领域 戏曲梦工厂 便是他们大胆造梦 开花结果的场域 也展现了戏曲共生的意义 除了真快乐以外 其他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戏曲梦工厂 这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着戏曲在各个的剧团 不管你是哪一种剧种 它都发芽了 都生根发芽了 而现在发芽了之后 它希望结果 结这个果就在这些场地 让这些果实能够盛开 花能够绽放出来 也让所有呢 对戏曲有所谓的好奇的也好 有所谓寻宝的这些媒体记者 这些心态们 能够看到台湾有更多的新的团队 年轻的团队在为戏曲的努力 那我这边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的戏曲梦工厂 其实曾经前阵子那个 如果大家知道 安琪老师有发表一篇叫戏曲共生 我相当相当欣赏这种概念 戏曲共生不仅是过去式 是现在式也是未来式 换句话讲 它就是现在进行式 不断地进行中 那么戏曲共生 它可以聚种的共生 它可以跟科技的共生 它可以跟跨域的所谓舞蹈的共生 或跟任何一种的共生 但是结果起来是 它必须戏曲的含金量要够 而且戏曲本身的功底要够 所呈现出来的整合融合 甚至于是已经是水乳交融的 这种的戏才会是真正所谓的 令人感动的一种水乳交融的戏 而不是个别呈现的戏 而我相信这次的六个团队 绝对有能力带起大家做一些示范 2024戏曲梦工厂六档演出 将从9月7号到10月13号 连续六周在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上演 邀请观众朋友们走进剧场 探索当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 我看到一个讯息 帮助他 碰到高大又恐怖的馆长师 所发生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应农历七月鬼月到来 AMC电影台安排一系列 令人抓狂及写卖喷张的电影 邀请大家共同观赏 别出心裁的撞鬼电影 这是我们的努力 所以这些都是故事 人们死了 大家坐下桌上 喜爱美国经典电影的观众也不寂寞 AMC电影台自2024年起 陆续播放全球影展得奖家片 以及好莱坞巨星俊勇俱作 除了带观众回味各大巨星的 经典之作 也引进多家知名影业的独家内容 举凡索尼 环球 诗门等众多好莱坞电影 同步带给台湾观众收看 AMC电影台更规划亲子电影 让大人小孩都可以一同观看 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 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 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 中加宽评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 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地补 其中第69台AMC电影台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 目前为AMC电视网所拥有 主要已播出美国经典电影著称 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深耕台湾市场 开启更多国际影视业务 并进军国际市场 为台湾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让台湾观众享受更多高品质的节目内容 敬请锁定第69台AMC电影台 记者综合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这两棍真的跟假的大家一定分不出来 一条根红色包装 上面印有金门著名的风丝爷 真是许多人这里酸那里酸都会使用的酸痛贴布 不过拿出两个版本的一条根 光是用外观看 确定是台湾原厂制造的吗 这个真的 它有通过SGS的认证 跟ISO的认证 再来假的 它直接在大陆生产制造包装 连这个包装袋都一模一样 有没有 大家仿的一模一样 然后 教大家看喔 它只要打酸痛 酸痛 这个绝对假的 绝对假的 因为台湾没有这个东西 业者实际教你怎么分辨 原来这几年 山寨的一条根 购物的网站上 都有标注是正品 让消费者真的搞不清楚 业者表示 有一些不肖商人 直接买进来 然后在各大业市贩售 这就是伪要 假的呢 在大陆生产制造 他们用的是 纯化工化学合成的 热熔胶体 来产生这个年度 来服贴 在我们皮肤上 你觉得这个不会过敏吗 这个绝对会过敏 然后 我们台湾 生产的 胶体 你注意看它的柔软性 我们是用天然素质下去做的 它的亲肤性非常的好 一条根 在金门知名度相当高 中国市场也非常喜爱 来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 几乎是必买商品 不过一条根 在台湾制造 尤其金门产量非常稀少 因此 要拥有合格证书 才是正品 成分有写一条根 在外包装上有标示一条根 这个就真的 这个就真的 那你看 密密麻麻 他写那么多的成分 因为他要仿冒我们的药品 他也甚至于说 把成药都打上去了 但是你看那么多的成分 大家注意看 有没有一条根 绝对没有一条根 那这个一定是假的 业者说 中国身在的仿冒 越来越严重 民众花钱买到假货 贴到皮肤上出现红肿 才发现是假的 钱财损失是小 但伤害身体可就得不偿失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基隆市救国团会长联谊会 111到112年总招邮正义 特地和大家一起逐一搬运700斤的白米 到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里面 希望在中原普渡校庆院 帮助中心院民和学员们 用餐方面不予匮乏 我们今天来捐赠白米700斤的白米 那想借由今天的这个白米 给我们中心一个住民小小的一个帮助 那再来这个月因为也是孝亲节 那我在这里也祝我们住民 大家一切平安顺利 联谊会的扇行也受到负责经营管理中心的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由衷感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办三年创世基隆分院 今年再度带领院民举办轻旅行的活动 特别安排到海科馆参观 希望借由轻旅行 让院民们可以出外帅帅太阳 并且有新环境的感官刺激 那今年好不容易 在暑假这个期间 我们安排了院民的暑期夏令营活动 那在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两个月前的筹备 那安排院民跟家属呢 可以一起到朝靖公园的智能馆去参访 跳脱院区的环境 那增加院民之间跟家属的连结 那也增加了我们院民植物人的感官刺激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声音刺激 让他们的感官刺激可以增加 那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规划这样的轻旅行 那让这样的活动一直延续下去 创世基隆分院指出 要带着植物人出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包括交通、人力以及照顾、设备等 都要做好事前筹划工作 才能让整天跟床在一起的植物人 能够有出外体验的机会 也让植物人家属们非常感谢 创世基隆分院的安排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跟市议员曾继言 一起到仁爱区的街道扫街 与民众问好互动 获得许多民众与店家的支持与鼓励 志荣 市长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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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5点多 陪同我们谢市长到基隆市的孝山路 拜访这些店家以及在孝山路路过的一些民众 听到民众对于这次罢名的事件 很多民众支持我们谢国良和谢市长 因为谢市长上任以后 尤其我们昨天在过马路的时候 对于这些车子会离让行人这个动作 我跟市长讲说这是你上任以来最好的 为什么 市长说我们要不要让他过 我说不用 为什么 因为车子会让我们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我想在基隆市或是所有全国 应该是全国所有开车的一些民众好朋友 都习惯这个动作了 那在这边的话也听到很多民众对市长加油 那在这边我也是呼吁说我们基隆市市民 我们在10月13号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 投不同意罢免 那我想市长上任一年多 我想所做的一些政绩大家都有看到 那在这边也是再次呼吁我们所有基隆市市民 9月6号市长有一个大肇事 在我们的面粉厂 这边也希望我们支持谢国良挺善反罢 反恶的一些民众人一起踊跃出来 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基隆的未来一起加油 那昨天市长出来校长路的时候 我觉得当遇到的民众都是热烈的支持比较多 因为我想基隆市的民众也不希望看到 这种选举恶意罢免的这种歪风 在基隆市驻掌 那我想这个罢免又造成基隆市的浪费 在基隆市因为为了290几万的一些估价费 就在那边炒了半天 那未来还有2000多万的这些事故要支出的 那怎么办 所以也要让基隆市市民知道 这个罢免投票不是中央补助 是地方要自己从我们的预算里面拿出来 那在这边的话 市民也是说 这种罢免的恶风如果再助长下去的话 对于基隆市整个发展可能没有什么好的现象 所以民众非常支持谢国良 谢市长 目前蓝营方面宣传重点就是呼吁民众 10月13号踊跃出来投票 而且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另外也有民众担心 有些长辈不熟悉这样的罢免选票 到底该如何宣传正确投票 其实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民众 那可能以前的教育没有那么普遍 那对于这个市制的方面比较差 那以前在投票的时候都是看阿拉伯数字 1号 2号 3号 那在这边我们是呼吁说这些长者 如果你支持谢国良 你看不懂字 没关系就把字 字体最多的那一个盖下去就对了 我们就在鼓励长者说 最长的那一排字就把它盖下去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2023年10月1号 去年的10月1号 民进党在仁爱国巧礼堂 举办信赖台湾自由会 体育会后援成立大会 我想请问民进党的朋友 这是体育活动 还是政治活动 各位视频朋友 你们看看 民进党把选举后援会 办在仁爱国巧 我们过去都没有批评指责 都给予尊重 可是 谢市长去参加体育会办的活动 他只是来宾 却被抹黑成 他要把政治带入校园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值得指控 基隆市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 抨击民进党议员 对于体育会举办嘉年华活动 刻意抹黑 就完全被抹黑成 政治介入校园 甚至还要暗示要处困校长 我在这边告诉民进党 校长不会怕市党的处围 校长怕的是被民进党秋后算账 各位市民朋友 我想从这边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的民进党这种双标的性格 凡事都是你绿能别人都不能 我想这种二子的政治文化如果再蔓延下去 将会重大的影响台湾的民主以及社会的安定 他们这些教育界的人员 比如说这一次的我们的提供场地的新一国小来讲 他经过我们一些议员这样提出来 提出他们不同的干嘛 他们会心理上会造就很大的压力 因为变成他们也是依据正当的程序来接受 他们没有理由说我不接受 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 只是现在刚好碰到罢免的这个敏感程度 如果今天不是碰到罢免的敏感程度的时候 我想民进党他不会提出来 再来做一个描述 活动既然被我们有些议员 民进党议员把他丑化为说我们耐用勾权或是什么 我跟你讲 其实提议我们金融市很多小朋友 他们提议的细胞真的非常非常好 包括我们市长把我们提议班也在恢复过来 本来差一点把它废掉 那在今年我们已经把它恢复 甚至于你看很多活动 我们金融市的我们这些运动健将 都得了很多奖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针对事业不要针对人 然后不要因为市长这次罢名案把它撑进来 上周六金融市体育嘉年华活动在西国小举办 遭到民进党议员张志豪贴文质疑 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反击 但民进党议员张志豪也再度回应 谢国良市长阵营召开记者会 帮我们厘清了一些事情 第一看来这场活动确实不是有学校办的 所以校方应该是没有违反教育基本法 所以校长可以放心的 第二点谢国良市长阵营说 为什么绿能你不能 我们民进党去年也有在仁爱国小举办类似的活动 为什么就可以 我可以告诉谢国良市长为什么 因为信义国小透过校务会议制定的一个 厂务租借管理办法 这个管理办法里面明文规定 不得使用于政治活动 然而仁爱国小没有这样的使用办法 也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所以为什么绿能你不能 其实大家都能 只是谢国良市长你们找错地点了 第三谢国良市长阵营说 这是一个体育活动不是一个政治活动 这么巧我手边就有这个活动的流程表 这流程上面体育界代表致辞 党籍议员致辞 许县长致辞 谢国良市长肯托 投票教学 从头到尾我不知道体育在哪里 我只看到满满的选举满满的政治 你们说这是基隆市体育会办的政治活动 我OK 但是体育会借的这个场地 违反了信义国小的租借办法 请问信义国小要怎么开发 体育会举办嘉宁华活动 蓝绿阵营各自说明 要选民自己看清楚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基隆113年度原住民联合封年季 市长谢国良在民政处长张元祥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跟卫生局长张贤震的陪同下 亲自到场参加 受到原住民朋友的热烈欢迎与加油打气 市长谢国良强调在原住民议员陈明健的建议争取下 市府努力配合做好各项市政工作 为基隆的原民朋友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特别要跟大家报告 在我们陈明健议员的积极争取 以及民政处的全力配合之下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禁劳卡 从明年度开始 把我们的申请的年纪 从65岁降到了55岁 这都是陈明健议员跟民政处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们祝福给陈明健议员一个热烈的掌声 当然本组有积极配合 有些小元友 我们也在 三个原住民的学童课后辅导班 争取开班 在文化会馆也争取了各项的设备整修 也增加了大家的团体相关保险 并且陈明健议员有跟我讨论 未来在这个场地 希望争取更多的中央补助 以及地方的配合款 来改善这个地方 让大家有更好的设备 各位俗人朋友大家说好不好 好 热闹的封年祭活动也让各界感受到 原住民文化丰富的传统底蕴 与原住民朋友永续传承传统祭典的精神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包括一千斤的白米以及运动饮料 盐巴及面条各二十箱等等 中原普度生活物资 由基隆市议员施伟政特地媒合 金虎爷行善团致赠给人安基金会 基隆平安站 协助人安照顾好需要帮助的韩市们 如果可以的话一定是越来越多的行善 一起去做 然后带领我们底下的地址 还有更多的三星人士 一起去做行善的部分 有许多的物资能够捐赠给人安基金会 来照顾这些社会中的弱势底层 那希望大家在饱餐吃饱以后呢 能够转化为生存的动力 然后呢进而让自己向上提升 能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或者是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在保持着一点希望乐观 让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祥和 对于施伟政议员和金虎爷行善团的爱心 人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代表韩士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平安基金会平日服务的这些韩士身上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做这个五碗两餐 让他们可以公餐让他们饱餐一顿 那透过这样子物资的捐赠 那我们在半年内可以有 仓库能够有充足的物资 可以来照顾这些基隆在地的弱势朋友 也透过这样子的行善团 可以让基隆的乡亲可以知道 原来基隆的乡亲可以透过本乡本土的爱心 来照顾本乡本土的韩士 让我们机构可以更透过这些物资 能够将这些信仲或者是一些善事朋友 他们的爱心可以透过我们来交给 这些需要的韩士走上 能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进一步指出 社会各界的爱心是韩士们努力再起的动力 协助他们找到一份好工作 有安稳的收入 让社会更祥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营养化碳终结诊 那颗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颗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好吗 好吗 0